大家好,这里面介绍一下Cathy 在说这个之前的话 等Cathy说完结束以后呢 我会给大家说一下 我们现在当然完全由校长来 出力帮大家找了很多的公司 这些公司呢 估计基本上都愿意出面 会帮大家解决一些 实习啊 至少实习的问题吧,现在只谈到这一步 Roger 另外数据给我们 对实习,然后还有一些 他们有的时候在谈就是我们学员 能不能给他带来一些帮助 能带来一些帮助 目前还谈得还蛮好的 他们也都蛮感兴趣的 所以说大家,以后我会在Cathy说完之后呢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为什么会这样做 这样做的话到底能给大家带来什么 因为真实的实习公司呢 对你对简历啊 还是在市场上找工作呢 会提高,会有很大的帮助 比如说前一段时间 大家进这个Found Page做实习的 上周这个 上周在这个花旗银行面试中 后来发现,当然也不是 后来我们才发现 就是说面试通过的 所有的人都是在这个Found Page实习过的 所以说他们在这个下一轮的时候呢 会继续给我们提供实习 有可能跟这一轮实习有些不同 这样但是呢 也会起到这个 就对找工作来讲会有很大的帮助 还有其他的陆续的公司 一会儿给大家介绍一下 大家可以稍等一下 首先我要介绍一下这个Cathy吧 其实我认识也不是那么多 她主要还是靠着自己的努力吧 然后我们这边只是能尽力的帮助 还是靠着自己的努力 所以这里面我看Cathy在 然后就不想浪费她太多时间 先向她来说 大家可能稍等 然后一会儿的话 也介绍一下这些公司的情况 然后看看对大家有什么帮助 有什么大家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在我说完以后来问我 好吧 就说这么多 开戏在线吗 在线的话可以就是说 share一下screen 或者是直接来说都可以 老师我在线的 然后我就用你这个屏幕就可以了 对 大家好 我是前不久呢 拿到了这个 关于数据分析的这个岗位的面试 然后呢 经过这个好几轮面试 最终也是比较幸运的 拿到了这个offer吧 然后在这里呢 其实我还是真的很想 感谢一下刘洋老师 因为之前就是在每一次面试前呢 老师都会帮我提出一些 很有用的建议啊 比如说他会说一些 可能会问到的问题啊 要准备的一些什么东西啊 都会告诉我 还会说一下 比如说关于我们这个岗位的前景 还有一些岗位的具体的工作内容啊 什么的 然后呢 甚至刘洋老师还会和我介绍一下 我面试官 可能之前老师就是和面试官 有过比如说工作的接触 然后老师就会知道 面试官的性格啊什么的 然后我呢 自己就会针对面试官 自己的这个性格呢 我会做出一些回应 比如说 我觉得这个面试官 他是一个detail oriented的人 然后我可能就会展现我自己就是更就是 detail oriented的这样的个性 然后来表现给这个面试官 然后比如说呢 我就会和他谈谈我平时在工作中 或者在实习中是怎么注重细节的 然后给出一些例子呢 我觉得这点真的对我面试的帮助是很大的 就是很感谢刘洋老师就说出来这个 同样呢 针对就是我这个面试的岗位啊什么的 老师也会给我一些建设性的提议啊 比如说去阅读一些什么材料啊 读一读什么书呢 这样子 然后也会把他也就是有的一些资料分享给我 然后我看完这些资料呢 就是做了一些笔记 然后做出一些总结 果然在面试的时候 就是面试官就提了这些相关的问题 然后因为我提前做了准备嘛 所以回答就会很流利 所以啊 我觉得刘洋老师真的是一个很真诚 就是很实在的人 就是在就是培训机构里 其实我见到的不是特别多 真的会尽其所能的帮助你 对 然后在我接到面试前的准备时间呢 然后刘洋老师也花了很多时间 帮我纠正了我以前一次面试的误区 例如就是哪些其实不那么重要 就是哪些其实才是更重要的 就比如说我总之前就是花很多时间 就是在一些代码的技术啊 practical的练习上啊 但其实有的时候当时刘洋老师也提醒我 你的soft skill也很重要 然后面试时就是可能面试官也会在想 他看到你的这个表现 他也会在想 他是不是是否愿意和你一起工作 你是否有潜力做好这个工作 而不是就是可能会用一些啊 就是这种technic skill来刁难你这个样子吧 我所以我相信刘洋老师平时也会和大家 就是分享这些 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跟着刘洋老师啊 好好学习 所以我相信就是老师这么真诚 然后又倾尽全力的帮助大家 就是一定可以就是拿到自己心仪的工作这样子 对就是我大概就说完了老师 好的好的 谢谢谢谢凯蒂啊 就是凯蒂比较年轻 他们两个人都非常年轻 可能比较晒 到我这种年纪的话就无所谓了 露脸也好 还是什么都没什么关系了 但是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关于这个凯蒂工作 具体的内容因为刚工作嘛 对吧 还是为了安全为健 就是说他就不会透露到底是哪一个银行啊 或者是具体的工作做什么啊 但是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啊 就在chat里面来问 然后应该可以看到或者是我配合一下来读一下也可以啊 面试问问的问的大概问的什么问题啊 啊啊我当时面试的时候其实主要嗯我们就是还是问了这个领域的问题 就是嗯比如说我找的是就是啊 比如说风险这一块的嘛 所以他就会问我很多就是这一块的问题 就是你这些问题呢 嗯如果你找到这就是你可以看你的GD嘛 然后他就会说你要会什么 所以你要去针对他GD的要求准备一些自己的问题 当然我相信就是如果到时候你们有了自己的offer啊 或者是interview然后你们去问那个刘洋老师 刘洋老师肯定也会根据GD啊帮助大家整理出一些可能会问的问题这样子 嗯好的谢谢谢谢凯蒂 还有其他人还有什么问题吗 其实说说白了还是靠大家自己的努力吗 凯蒂也是靠在自己的原来学习的背景 还有努力的程度来才拿到这种offer 嗯大家好有什么其他问题吗 如果没有其他问题的话 首先谢谢凯蒂 如果需要有SEQUAL和SaaS考试吗 是这个问题吗 有SEQUALSaaS考试吗 嗯怎么说呢 我这一次他是就是 是有一些就是他会问你说你具体某一个部分怎么做 但是没有说给你体验 但是我之前那个就是拿到的另一个 就是当时面试的时候他是有考试的 嗯这个就是还是depends on你的interviewer这样子吧 嗯好我把问题还是顺序读出来吧 第一个是哪种软件用的